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暴露了真实原因,为何男明星都想和杨子走红毯? 相信许多人都是通过家有儿女认识杨子的, 在剧中,年仅12岁的他饰演了夏雪这一角色, 他的活泼可爱,机智幽默以及与家人的互动, 都让观众捧腹大笑,同时也让他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快乐源泉。 也是因为《家有儿女》这部剧的爆火,杨子成功进入娱乐圈, 走进了大家的视线。 杨子作为90后顶流小花, 爆款剧《很多常相思亲爱的热爱的香蜜》沉沉浸如霜等, 不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口碑和热度都很好, 这些剧我也都是刷了好几遍的。 看网上网友评论,杨子的路人员一直都很好, 和许多男明星都是好朋友, 而且除了演戏,杨子也很少和其他男演员撰绯闻。 众所周知的,感情上之和秦俊杰有过一段, 但杨子一直致力于提升自己的演技, 并且保持低调,他的专业能力备受观众认可。 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安排好的, 会发现男明星都很喜欢和杨子一起走, 曾经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看到肖战这个反应, 我终于知道真实原因。 记得那年的227事件发生后,肖战变得异常沉默, 身处公众场合时也常常独自安静地待在一旁, 当时许多明星都远离他, 避免与他扯上关系以免引火上身。 然而,杨子却不顾外界眼光, 在舞台上公开力挺肖战, 为他加油打气,肖战一直对他抱有感激之情, 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一次晚会现场, 杨子身着一袭紫色连衣长裙, 裙摆宽大,行动极为不便。 当他走上台阶领取奖项时,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然而,幸运的是,肖战就在他身旁。 他注意到了杨子的不安, 默默走到他的身后, 帮助他提起裙摆。 看到肖战在身后, 杨子感到安心, 并对他抱以微笑。 2019两人合作与生情指教后便成为了好友, 在私下里, 他杨子和肖战相处自然, 时常小打小闹。 这种友谊的建立不仅展现了 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信任, 也让大家看到了娱乐圈中也有真挚的友谊。 有网友说杨子是百搭, 因为不管和谁走红毯, 和谁一起合作, 都会有不一样的CP感, 特别是与杨子一起走红毯。 参加活动的男明星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冷场, 因为杨子一直都很活泼调皮, 会带着大家一起玩, 大家也就都喜欢和他一起。 说到杨子, 虽然是家友儿女同兴出道, 下雪的光环让杨子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也对他戏录产生了制约, 在出演下雪之后, 许多观众对杨子的期待是延续下雪的形象, 希望看到他更多的喜剧表演。 可杨子并不满足于只扮演一个单一的角色, 他渴望挑战不同的角色, 展现自己的演技多样性, 在试镜的过程中, 许多导演对杨子的表演产生了质疑, 他的形象也一度让导演们认为 他只能演一些清喜剧的角色。 面对这样的困境, 杨子并没有放弃, 他开始主动寻找机会, 尝试不同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杨子带着好几部爆款剧《杀来》, 现在的杨子不仅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电视剧《异解》, 还是毫无争议的流量明星, 连续五年主演的电视剧都取得了破衣的收视成绩。 一直都很喜欢杨子, 曾经看剧《我也磕他和肖战》, 但是李志磕剧中人物, 毕竟两人现实中是公认的好朋友。 杨子一步一步走到了如今的地位, 虽然也会有人不理解, 会有人质疑, 但他逆风翻盘, 用作品说话,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我很喜欢他说的一句话, 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不喜欢, 只要坚持自己的目标就可以了。 是啊, 成长本事就是一条孤独的单行道, 我们要学会独立, 多关注自己的成长, 取悦自己更重要。 路虽远,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 作则必成。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